北京市西天区纪委监委的公告称 北京市华源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北京市西天区区纪委区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不过官方未在公告中提及任志强涉嫌违纪违规的具体内容 一位曾经在体制内工作的访问学者蔡先生 本周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从任志强发表批息文章到官方抓人 表明中共最高领导人对文章的内容非常不满 他说 那篇文章我看了 核心有两条 第一 当今是皇帝的新意 第二 必须再来一次像粉碎四人帮一样的运动 或者是事件 中国才有救 三月初任志强在一篇文章中抨击中共官员在处理新冠疫情时掩盖真相 并不点名的把习近平形容为一味剥光了衣服 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文章还说 尽管高级一块又一块的遮丑布 企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法穿衣服的现实 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三月十二日任志强在住所被北京市纪委工作人员带走最后多次传出任志强在被羁押期间绝食病危等消息 直到本周二晚 北京市纪委本部发布公告 学者蔡先生对本台说 任志强的文章针对个人并没有反对中共体制 用政治罪起诉他的难度较大 怎么弄都不好弄 关键是他是反了一个当今而没有反体制 没有反党 给他扣上反党的帽子 似乎有点逞强 另外 这种人杀也不是放也不是放出来更大的麻烦 那么就是说 他和一尊之间的较量 他会载入史册 而一尊被定在家 据知情人士披露 当局如果以违反党纪为名查任之前 充其量开除其中共党籍 但若从违法犯罪进行查处 必被判刑 一位知情人士对本台解释 官方要调查一位商人 所谓违法行为 不费吹灰之力 中共北京市委前书记程系统 被以贪污等罪判刑16年 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查查他的税 查查他和国外的联络 弄他一个泄露国家机密 等等等等 很容易的 山东学者李锐对本台说 任志强接受北京市纪委纪律调查 当局最终目的是开除任志强的党籍 对于所谓违法部分通常会移交 检察院起诉 有纪律审查 我认为他最后是开除党籍了 监察调查呢 就是要追究他的罪行 那个任志强的罪行就是言论罪 对中国的大政方针都不能批评 你何况你对头号人物进行的批评 看来呢 他逃不过牢狱之灾 曾因赞门批评中国共产党 以公款养党的 贵州大学经济学教授杨烧正 前年八月被校方停发工资及开除 杨烧正对本台说 任志强遭到中共北京市纪检部门拘禁 明显违法了中国的相关法律条款 这个法律要与现行宪法不相违背 你才具有正当性才具有活法性 否则中国共产党的任何的组织 没有法律依据的让人自想 失去人身自由 那这都是对现行宪法的 有组织的侵犯 这个是包括我们 每一个公众在内的社会公民 都应该给予高度关注 并且要努力去制止的 中国多个门户网站本周三 转载一篇批评任志强的文章 指任志强是国内外颠覆势力代言人 跳出来反对不足为怪 文章批评身为共产党员的任志强 公然跟中央精神唱对台戏 这已不是推强者任志强的第一次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首先仍然要为您关注到的是 任志强案的最新进展 我们知道日前发文批判 习近平的退休地产商任志强 在昨天被西城区纪委 证实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而被查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切 有分析指出 习近平恐怕已经下决心 重办任志强 以求杀鸡进口之效 分析指出 西城区纪委在通报中 禁止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如果是按照以往的经验 违纪违法行为在通报中被如此简短描述 代表任志强有可能会招致重判 而北京市纪委7日晚间的通报内容 也证实了日前海外流传 任志强已经被北京市纪委留置 而失去自由的传闻基本属实 但是整篇通报完全没有提到 任志强发文批评习近平的事情 根据多位知情人士向中央社透露 除了任志强外 他的儿子已经被带走调查 而纪委调查组也在数周前 镇驻任志强曾经执掌的华远集团进行调查 此外呢 在昨晚官方消息公布之前 有多家中国官媒早在当天下午就已经获知任志强被查 而且消息将于晚间发布的讯息 综合法广 BBC等媒体的报道 任志强这次要想象 二零一六年批判央视性党事件后被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理由是北京当局出面正视任志强被查 似乎是已经做好处理他的准备 有媒体分析指出 现在疫情期间 习近平遭到许多行出于文字的质疑 似乎说明中国有人心浮动 证据微妙 而大权在握的习近平不得人心 至于任志强的命运 比较乐观的分析师认为 习近平现在显得骑虎难下 如果严惩重判 会受到党内各方的异议和政治压力 但是也有分析认为 如果轻轻放下任志强 便有可能造成其他人来效仿 因此官方公布任志强被查 代表习近平已经下决心 不会轻易放过他 毕竟在现在疫情的冲击下 习近平面临不利行事 越是这样 习近平就越不会对任何不同声音者 尤其是来自体制内的不同声音者手软 在之前的三月上旬 任志强以不说明不点名的方式 借由二月二十三日 习近平出席十七万人献上参加的 经济工作发展部署会议发表文章 暗批习近平是剥光了衣服 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而且丝毫不掩饰 谁不让我当皇帝 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由于文章提及四年前二月批判的央视性党 却反遭官方批判一事 外界立即想出文章本应出自任志强之手 事后传出任志强此文本来是给为数不多的友人传阅 不料却被透露 导致如今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下面再要为您介绍到的是武汉女作家方方最近的风波 曾经因为武汉封城日记备受外界关注的湖北作家方方 日前遭到一名微博博主的公开举报 说他六套房产来源不明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在四月六日微博博主明德先生在微博上声称 湖北省管干部方方六套房产来源不明 在文中博主表示 方方的房产涉及土地产权性质变更 先建别墅后办产权证 别墅价值暴涨 房产总值与方方收入水平不符等 而之前在四月四日这位博主就曾经直接点名方方 声称要求其解释位于武汉市江下去藏龙岛水天居别墅的产权问题 对此方方在四月五日晚间回应说佩服明德先生的想象力和编造力 还有他的杜撰胆量以及自信心表示要法庭上进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在明德先生的微博上已经看不到四月六日的公开举报信 而树立发现这已经不是方方第一次陷入舆论漩涡了 在此前的三月十二日就有网友匿名发文声称 武汉自一月二十三日宣布封城以来有数百万人被禁足 并且声称享受厅级待遇的湖本省前作协主席汪芳利用个人关系 通过武汉市红山区交管局在一月二十九日将侄女送至机场 而后者由一月三十日飞赴新加坡 随后方方在个人微博作出回应说 很多人在操心我写侄女到新加坡去的文章是不是删了 没有啊 是因为还没有补到那里 放心 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 我不会删的 根据资料显示 方方生于一九五年 原名是汪芳 是中国当代女作家 其外祖父杨先生是辛亥革命的元老 曾经写讨厌西文 而旧公是杨淑子院士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 方方的著名作品有软埋 曾经为左派批评为未涂盖中的地主翻案 他现在居住在武汉 下面就是方方的回应全文 他说今天突然发现很多人来关心我的房子 先以为不过是有人看了早几年前和谐的东西 先想田和都已经被处理 而且私下早通过人表示了后悔和道歉 我也早已原谅了他 现在这么闹算什么呢 再一细查 原来是一位微博叫做明德先生的杰作 此杰作名为方方小产权别墅转正获利千万 当年的干部已落马 瓜有点大 这个标题蛮吓人的 连我都觉得这是个大瓜 而且我还看到这位明德先生今天已经狂欢了一天 真是佩服其想象力和编造能力 还有他的杜撰胆量以及自信心 让人产生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高产的感觉 在这里我根本不需要做任何解释 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 造谣和构陷到这种地步 我都不要你伤了 我只能说法庭上见 其他追随造谣的人以及我曾经以宽容姿态包纳过的人 我将一并考虑在起诉范围内 反正是打官司要打就打个痛快 好在明德先生已经说了 他不怕打官司 这就好 你都不怕 谁还怕呢 难道我怕 此外顺便说一下 一位叫做孟子五七的网友 住在距我十几里以外的地方 经常拿着相机拍花草 公园的邻居路边的花草他都拍 那些以为抓着我把柄而欢呼的人 说我揭露了隔壁的人中毒品 是不是有点太弱智 就是编撰和造谣也要有十一点的好不好 害得警察今天还专门跑了一趟 网友无为理 你的手段一直都这么低级吗 上次造过一次谣出了点名 这次也不进步一下 武汉市重灾区四月八日才开城 很多小区仍然不能进出 也有很多单位目前不能上班 明德先生可以耐心等几天 如果咬人要追随明德先生狂欢 我不反对 打一个是一个 打一群也是打 下面的再要为您介绍到的 还是跟芳芳有关的消息 他在疫情期间 记录武汉封城下市民生活的日记 已经被翻译成英文 并在亚马逊官网开始预售 而这样的事件在中国网络上 却引发了舆论的探讨 根据亚马逊官方信息 芳芳的英文版武汉日记 由英文读物中五大出版社之一的 哈勃克林斯出版社出版 将于2020年8月18日发售 售价是21.99美元 而出版社官网介绍 芳芳是当代中国最著名 最受赞赏的作家之一 芳芳以第一人称的视角 讲述了武汉爆发时间 疫情的生活 称她实时揭露了病毒的广泛影响 还有政府的强制隔离措施 每天发出数以万计的普通中国老百姓 在此间的恐惧 沮丧愤怒和希望 但是也有网友指责 这些日记是作者的借题发挥 不具有参考价值 据悉关于写日记一事 芳芳在三月十九日 在自己的中国社交平台 微博上发文表示 最初只是因为被困在家 因为有约稿 便在微博上随手记下 甚至没有打算听天记 后来演变成一日一记 被大家称为日记 而对于当前其日记 英文版在亚马逊发售一事 芳芳本人没有任何的回应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的三月三十日 芳芳在微博上曾经抛出了一张题为 武汉风城日记中文版书刊预告照片 该书落款为芳芳著 对此芳芳澄清说 不知道这本书是谁编的 也不知道是否以此盈利 如对外销售 实乃违法 请知情者向相关部门举报 我自己目前是没有出版 任何一本与疫情相关的书 也没有出版日记 因爆发新冠疫情 而封城78天的武汉 将于本周三凌晨解封 不过武汉近期爆出 多起核酸检测为阳性的 无症状患者 本周日 中共武汉市委书记王忠宁宣布 4月8日武汉重启之日 武昌 红山及东湖区多个居民小区 发现无症状感染者 当局恢复了封闭式管理模式 武汉武昌居民 王树里本周二对自由亚周电台说 无症状感染者人数快速增加 情况令人担忧 基本上都是我们武汉的 一个是洪山区的 一个东西湖区的 还有武昌区吉桥街的 现在无症状病症抬头的话 现在全武汉市都大为震动啊 很多地方越来越紧啊 进来都要刷码的 证件之类的插得很严 武汉居民提供给本台的一份 出自不同街道办公室的 疫情通报显示 4月5日 武昌区康乐里社区 收到卫生部门反馈 发现一例无症状感染者 属医务工作者 目前该居民及两名 密切接触人员 已被送至酒店集中隔离 另一份通报称 东西湖区炼湖家园小区 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一例 通报称 为了居民健康安全 请大家继续配合 支持小区封闭式管理 一律不得外出 4月4日 华农西社区 新增两例阳性检测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 即日起 小区内复工人员 凭复工证明进出 以上述两人密切接触者 七人被隔离 当地居民黄昌平对本台说 三个都是武汉市 一个是红山区 一个东西湖区 一个武昌区的 现在我所住的小区 前天也发生了一家三口 也被确诊了 送出去了 具体的消息都没有 但它社区的都不说 具体的门牌号码 就是说 小区出行问题了 本周日 当局向各区发出通告 称 目前防疫形势不容过于乐观 阳性检测病例 可能就隐藏在居民身边 零确诊不等于零风险 并跟促居民防疫容不得半点松懈 居民黄昌平对本台说 当地最近撤销了众多原先被称为 无疫情小区的居民区 并恢复封闭式管理 他说 因为前两年武汉市有一个什么表格 取消了 无疫情小区的东西 那个表格上面就有我们小区 这是前天这个表格 所有的有疫情的小区都在上 就这两天的事 当地居民万先生对本台说 很多人因为停工停产 家中的财富被逐步消耗 武汉当局要求居民保持克制 理性对待当前封闭式管理 对此 洪山区居民宋先生说 湖北省4月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 4月5日全省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零 武汉市现有确诊病例降至574例 据武汉餐饮业人士说 目前全市所有餐饮店都不能堂食 只能点外卖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主管的健康时报6日报道 杨总受访时指出 从近三天普查数据来看 武汉的无症状感染者 大约占0.15%到0.3%之间 也就是说 大约有1到2万的无症状感染者 虽然现在看来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性比较低 但总归是有传染性 还是要警惕 在杨总看来还是有点危险 4月8日解封后 人口流动应该更要谨慎 不过这一篇报道在健康时报已经被下架 但是仍然被其他大陆媒体转载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 截至4月6日24时为止 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为1033例 面对这样的数字落差 看在台湾小儿科医师林应然眼里认为 中国大陆根本是隐秘疫情 中国大陆疫情绝对不是这样而已 他的无症状本来就很多 无症状代言者可以传染给别人 杨总提醒不排除新冠肺炎会像流感一样 长期存在的可能因此要把它当成流感来预防 美国传染专家福奇在白宫新冠疫情简报会上也表示 目前美国的无症状感染者或占确诊患者的25%到50%之间 他认为新冠病毒可能会成为季节性疾病 卷土重来 在台湾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统计 截至4月4日为止确诊355例中 无症状感染者共15例 约占4.6%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尚纯 6日在疫情记者会说明 与无症状患者有比较密切的接触者还是有感染的风险 但是因为无症状者没有流鼻水打喷嚏 相对排病毒机会是小的 他当然没有哪一个时间点是真的开始有病毒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是说从开始被我们侦测到的时候 常常那些个案也好几个也都是开始的第一时间点 病毒量也算是蛮高的 所以我们也说这个无症状是有机会还是会有传染出去的 由于台湾八成以上都是境外移入个案 公共卫生学者呼吁对入境者全面普筛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日前曾经表示 入境全面裁减效率太低 而且耗费无畏成本 他认为应该把精力放在居家检疫者 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副指挥官薛热源 7日整理 台湾目前检验量能最大可以达到一天3800件 目前一天最高送减1800件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许波 长达两个半月的武汉封城 今天宣布解封 中国用现代社会在和平时期 不曾采取过的极端措施 封锁这个疫情失控的武汉 仅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呢 便基本控制了疫情 效率和效果可谓惊人 目前美国和欧洲 疫情深重 各国呢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城禁足措施 但是牺牲疫区保全国的中国概念和模式 无人敢笑话 武汉解封化封城 我们如何评价这个中国的封城模式 为什么高效率的中国模式 中国封城手段 在世界其他国家行不通 我们今天就邀请中国战略杂志社社长李伟东 来为大家解读 那么李先生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这个武汉封城呢 是中国当局颇为自豪的一个创举 在这个疫情几近失控的情况下 迅速就扭转了局面 那我来请教这个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 中国是靠什么手段取得这个抗疫成果的 您如何评价这个中国抗疫模式的 就是中国武汉封城的这样一个效率 这件事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共识 就是武汉确实取得了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个成果 不是说现在要按西方的某些模型来推断 说中国实际上感染了220万 然后这个应该死了10万人 现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状态呢 都是虚假的 我不同意这个判断 因为西方的这个模型呢 是在一个这个这个 如果它那个R20的那个传播链 不被阻断的情况下 自然蔓延的情况下 或者有像这个意大利啊 这个西班牙目前的这个 医疗崩溃的情况下 才会导致那种局面 中国武汉封城以后 已经阻断了这个传播 所以呢 它最高峰的情况下 医疗崩溃大概有10天到半个月 这中间呢死亡数显然是超过 这个中国自己公布的 至少要多一倍 这个我也算过 但是呢说更多也不大可能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由于武汉封城 导致周边的几个省 由于武汉的余波 也有一些个疫情 但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整体上控制住了 这件事应该当成一个 现在的一个 一个可以肯定的一个现状 在这个现状下 我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说 它怎么取得成功呢 那第一 当然是果断地阻断了 这个R20的传播链 至于它用的这个手段 是不是野蛮 是不是不符合人权 我们后面再去讨论 这是它第一个手段 因为你问什么什么手段 第二个手段呢 就是全国这个集中兵力去支援 大概3.26万人的医疗队 去做了支援 大概345个医疗队 这个迅速支援 第三个呢 就是老百姓的这个配合 配合当中也有很多痛苦 那么这三个手段齐下 加上医疗技术方面的 逐渐的明确对这个病毒 所以才能控制住了 好的 那么现在呢 这个欧美 现在是疫情深重 各国呢都采取了 我们看到各国都采取了 不同程度的 这个封城 禁足的这样一个措施 但是受到北京重用的 这个防疫科学家 钟南山最近就警告说 你如果封城不彻底的话 那就等于白封 我来请教这个 我来请教李先生啊 那为什么中国所做的 就是外国做不了 他是不能做 还是他不想那么做 我首先不同意 钟南山的这个说法 说白封是不对的 这个R20的彻底阻断 像中国那样 这个这个阻断到可以清零 这在全球呢 很难做到 因为不同的国家 也不同的这个社会制度 中国的制度决定了 它能做到这一点 但这并不是一个 这个除了控制疫情以外 并不在其他方面 显示它的什么优越性 这个问题我们最后再说 那么西方国家做了禁足 像日本刚刚宣布的某种紧急状态 这个这个英国宣布的各种各样的状态 美国宣布的状态 这个这个禁止社交令 我看到今天纽约宣布说 如果违反社交规则罚款 可以达到一千美金了 这个这个罚款也提高了 这些事情呢 而且纽约现在也差不多成了一座空城 大家都回到家里面去 除了必要的这个工作不能缺少的医生 这个送快餐等等吧 这个这个它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所以纽约的这个疫情呢 最近也在趋于平缓 在一个高台上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用 不能中南山的说法是白风 这是不对的 那么西方国家做不到 那根本原因首先是社会制度 那么这个这个社会制度 首先要保障人的自由 不能因为一时的疫情 就可以放弃自由 自由这件事是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下 任何一个时点上都不能放弃的 而中国是可以在某一个时点上 迅速把全社会的自由禁止掉 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恐怕没有疫情是这个体现不出来的 有疫情体现出来这个区别之后 西方也不会改 中国当然这个恐怕短期内也不会改 这是一个根本问题的冲突 您刚才提到这个制度 您刚才提到体制和观念 这的确呢是不一样的 那么美国情况可能最能说明问题 我们看到前一段呢 特朗普总统打算一度呢 这个封锁 纽约等三个州 但是纽约州长一句话 就把特朗普给怼回去了 就是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打算向纽约人们宣战吗 请教这个李先生啊 为什么牺牲一地保全局 这在中国看来是很正常的 但是牺牲一个城市一个州 来保全国在美国做不到 为什么 美国的联邦制这个 首先决定了它各个州是一个自治体 这个实际上在全国这个联邦 这个美国这个联邦 实际上是这个50个自治体的 一个自愿联合 这个那个自愿联合体本身 对各个州实际上 没有绝对的命令权 我赋予联邦政府的那个权利 就是给我们50个州服务 包括公共安全 包括这个外交军事等等 统一的这个这个中央的法律 至于说你让纽约州栽牌子 说纽约州从此不叫纽约了 你你把它分割成这个新德西 和这个相邻的其他几个州的 这个把它切割了 这在美国是绝对做不到的 因为纽约州人民自己 有自己保卫自己州的这样的法律 和他的这个投票的权利 那么在在在在在中国能够做到 这个我有一点不太同意 刚才的一个一个前提判断啊 就是说牺牲一地 这个有没有牺牲武汉这件事呢 有这个如果如果武汉不封城 像我们在网上知道的那个著名的导演 每一家子都已经这个 在整个疫情当中失去生命 那如果不封城的话 他们可能去上海去去广州 有挽救自己生命的可能 但是如果封了城 他就失去了这个机会 对这些患者当中 这些患者显然是不公平的 但是是不是就完全牺牲了一地呢 也不是 因为有刚才说了三万多医疗人员去支援 把他困把这个病毒和人都困在这并没有放弃 不管像欧洲早期对待黑死病那样 把一个村子封死 然后你愿死愿活 听天由命 大家并没有说把武汉彻底牺牲掉 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不采取封城这样的措施 这个病毒蔓延像美国这样 现在这个50个州当中有14个 已经达到每个州5000病例以上 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难解决 对更多人的生命也有危险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继续来探讨就是中国的体制 您刚才提到体制 这个武汉封城呢 是中共倡导的叫举国一致 这个体制的一个样板 旅居美国的这个华裔政论人士呢 叫陈破空 他认为呢 刚才您提到的就是 他认为这就是牺牲一地 来保全局 这样一个这个这样一个手段 但是中共呢 他不这样认为 中共认为这是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那我请教这个 这是举国体制的优势 中共这样认为 我请教李先生 您刚才讲到这个问题了 您再给我们讲一下 您怎么看 这两个结论 陈破空和中共的说法 我都不同意 这个刚才说牺牲一地 这个 这个然后就算了 我刚才提到已经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牺牲概念 这不能用欧洲的这个早期对待 非死病或者其他 瘟疫的这样的 这样的同等的视角来看待 因为原来那个早期野蛮的东西 是把这个一个村子 一个城市封锁 然后呢 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支援 你们能活下来 你们能活下来是上帝让你们活下来 活不下来是上帝让你们死 这个是那样一个概念 中国并没有这样 并没有 刚才说并没有完全牺牲武汉 但是有没有牺牲 牺牲是有的 刚才提到那个导演的案例 这个案例很多 这个这个牺牲了很多人 这个但是我也提到 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封城 可能牺牲全国方面的更多的人 这两者之间就在一个政府的考量了 包括人民的支持程度了 那么第二个侧面 我说我不同意 这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这个首先是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事是存在的 但是前面造成这个难 包括失误 包括一开始封口 包括一开始造成武汉 这么严重的爆发 这个中共是负有重大责任 现在用这个话来推脱前面的责任 是不合理的 前面造成重大的事故 等于说造成了重大的人为事故 然后后边又推脱责任 这一点是现在不能原谅 也不能放过的 但是后面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也是确实的 好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了 综上所述呢 我们来谈谈 如何能够在这个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们应该是要效率 还是要成果 要成果还是要效率 还是要呢 坚守这个公平 正义 以及人权的这个理念和原则 我认为是后者 就是你后面提到的 在一个公平 和正义 包括自由的一个环境下 并没有影响效率 这个全球的这个 这个民主世界的这个经济发展 和经济成就 包括科技成就 证明了民主自由 并不违背效率原则 但是能不能达到中国式的效率 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原来起步很低 然后大家全民想要致富 然后这个这个全民这个加速快跑赶超 对西方世界来说呢 这个不需要这样的效率 这样的效率是 这个这个穷胖了 然后这个穷得很厉害的中国人的一种 拼命赶超效率 像万道超车这样的效率 对对对 这个这个不是正常效率 这是一个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现象 你也不能说中国这样做不合理 你不能说他该这样穷的 我们慢慢往前爬 这个也不对 中国人集体奋斗也好 有共产党的某种强制力也好 他想加速经济发展 这个呢有他的合理处 合理之处 也有历史必然性 但是呢 这个不能当成衡量全社会 全世界这个效率准则的一个新的一个平均线 这个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在疫情时期 这个需要一个高效率的阻断 这一点 我也说西方是自由高于生命的 中国这个这个 包括东亚的一些国家 某种程度上生命比自由高 在这种情况下 老百姓很配合 这个这个 然后为了守着保住自己的命 当然也为了保住大家的命 实当的丧失自由是可以的 在西方这种条件下 这件事就做不到 所以呢 中国的模式是可观察 很难抄作业 别人也学不来的 那么 但是西方为了保住自由 所付出的代价 现在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 那么如果老百姓和全世界的人 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宁可付出这样的代价 也不肯 持续自由的话 那这是人民的选择 这个也没有办法 好的 我们感谢 李伟东先生 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谢谢您 李先生 请您在新自习州保重 谢谢 好 今天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 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 法国世界报网站 4月8日刊登该报评论员 希尔维考夫曼的文章 该文说 北京利用欧美在疫情中的慌乱 试图突出北京模式的高效率 然而他的优势并非万无一失 该文说 武汉重心医院急诊科主任 艾芬医生 近几天在社交平台出现 似乎否认了有关他被捕的网络传言 然而这些传言到处流传 足以说明 人们对当局最初管理冠状病毒危机的不信任 持续存在 据世界报驻北京特约记者勒迈特介绍 艾芬医生 在急诊科确诊多个冠状肺炎病例后 于去年12月30日 被武汉卫健委禁止发布有关的信息 艾芬医生的故事 与他的同事李文亮医生 因试图发出疫情警报而遭当局训诫 在2月7日感染冠状肺炎 去世的悲剧都留下了不好的印记 而且这不好的印记不仅留在中国 在外国也是如此 中共政权让发警报的人闭嘴 封堵不利于己的新闻 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声誉 将永远是个污点 这边评论说 武汉疫情初期 当局的不透明 导致几个星期的宝贵时间被丢失 让病毒得以大量繁衍 越过边境 而那时 北京却在操纵世卫组织 拖延宣布武汉肺炎大流行 这些都是中央帝国犯下的 令人难以忍受的双重错误 然而大家都知道 中国当局放眼长期 正所谓风水轮流转 在武汉痛苦磨难之后 疫情中心转到了欧洲 然后到达了美国 习近平主席要从这个局势的反转中 最大限度的获利 他显然认为 中国模式和管理能力 通过了这次疫情的检验 取得了成功 这个成功可让他的治理模式 被数为模范 该文介绍了美国和欧洲的疫情严重 与混乱的局势 批评特朗普总统应对疫情进退失据 最初无视武汉病毒 然后谴责北京干的事 现在美国的死亡人数创下了记录 美国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 欧盟各国之间都各自为战 争强口罩和防护物资 中共则开动宣传机器 大张旗鼓宣扬中国如何向外国运送防疫物资 中国的媒体冗长的播放运送物资的飞机的画面 却全然不说武汉疫情初期 其他国家以谦逊的态度 向中国提供大量的救灾物资 世界报这篇文章说 北京推出一场展示软实力的大规模行动 意大利是中共宣传的最爱 因为意大利在2019年 与中国签署了北京对外扩张的 一带一路备忘录 习近平还表示 他愿意把他的好意扩展到美国 尽管中美正在打贸易战 由于医疗物资大部分都在中国生产 西方的采购严重依赖中国 于是冠状病毒让中央帝国扮演了中央的角色 这篇文章还说 对于习近平来说 证明中国的时候到了 证明中国的模式更优越 是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事情 那么他会走得更远吗 他会在战略上进一步推进吗 这让华盛顿感到担忧 比如在南海发生小事故后的上个星期 中国一艘军舰在南海撞成了一艘越南渔船 然而冠状病毒之战还远未结束 北京过早的宣布胜利是一个错误 如果说北京公布的数字 比需要遵守透明原则的民主国家的数字显得优越 北京的这个优越性是否经得住未来事件的检验 还很难说 也没有人知道 世界将如何从马上到来的经济灾难中恢复过来 是否会有胜利者和失败者 更没有人说得出 这场灾难将对各种政治体制造成怎样的冲击和影响 最后如果近距离审视中国的这场卫生外交 可以看到它已经被冠状病毒大流行破坏 特别表现在北京在世卫组织内部的操作上 现在这个操作留下的恶果已经显现出来 汉学家埃利斯·艾克芬分析发现 在北京的支持下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的谭德塞 2017年8月18日在北京发表讲话时 使用了十来次中共官方特有的与会 世界报的这篇文章最后总结到 北京的卫生版一带一路 首先经过世卫组织的总部 日内瓦和联合国的系统 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 有鼓励为您摘播 感谢收听再会 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副处长王晓明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包括美国的外交事务期刊在内 近来有许多文章赞许台湾应对疫情的做法 让台湾得以在危机发生前进行防范 这是对台湾的间接肯定 凸显台湾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外的问题 也透过这次疫情危机 更显出奇迹破性 而美国已经看到这个事实 因此连国务卿蓬佩奥都表达 美国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立场 王晓明说 无论是医疗能量 捐助口罩或技术合作 台湾在这次疫情中 对国际社会做出的贡献 对他未来在国际舞台上 应有一席之地的诉求 将大有帮助 尤其是对未来 如何应对公共卫生的危机 更为重要 目前是乔治成大学 外交学院 亚洲研究项目兼任教授的王晓明说 并不是很多人都注意到台湾 但他在美国政府中的前同事 都注意到台湾对这次的危机处理得很好 而中国在这次疫情中的作为 包括试图隐瞒疫情 推卸责任 改变说辞等 都使中国形象大坏 也影响到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和看法 事实上 他听到现在还在美国政府中工作的前同事提到 即便在这些场合 中国还在持续军事演练 对台湾恫吓 这让中国形象很糟 也引发更多对台湾的思考和支持 曾任美国驻中国公使的王晓明说 虽然他也同意一些人的看法 认为在病毒蔓延当下 美中应当合作抗疫 共同缓解疫情 但看到欧洲疫情严重的情况下 中国却在运用影响力活动 试图改变对他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说辞 包括病毒来源及疫情发展等 他认为这是在恶意推卸责任 美国必须对此做出强力反应 因为他的意图是恶意的 他在试图为没有在中国做好的事情推卸责任 如果美国不对这种阴谋论做出强烈反击 他将影响人们对此危机的态度 后果会十分严重 近来美台共同应对新冠疫情的举措 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公开 除了发表联合防疫声明 宣示将共同研发对抗病毒的疫苗 药品及分享最佳做法外 美国国务院也发布声明 宣布美台双方在一个网络会议中 以就如何与全世界分享台湾模式的抗疫做法进行交流 此外 国务卿蓬佩奥上星期也在一个圆桌会上公开表示 美国将竭尽全力协助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里发挥合适的作用 对于中国的抗疫作为遭到批评 曾经在私人推特账号上质疑新冠病毒可能源自美国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国正在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和防治经验 当务之急 是各国携手开展抗疫合作 争取早日彻底战胜疫情 中方反对任何人对中国搞污名化的做法 也反对任何人对中国进行污蔑攻击 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 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 新冠病毒席卷全球 目前正以疯狂的速度侵袭欧洲和美国 导致每天的感染病例直线上升 死亡人数则令人瞠目并心痛 为了有效的遏制疫情 许多国家纷纷采取封城等措施 期盼中的拐点依旧不十分明显 最先一波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冲击的亚洲 似乎正在慢慢摆脱困境 韩国 香港 新加坡和台湾 虽然也经历了病毒侵袭 却在第一波疫情中避免了最坏情况的发生 对此 法国有媒体认为 这些亚洲国家或地区的经验 值得深陷疫情困扰的欧洲国家借鉴 面对严峻的疫情局势 曾一度质疑中国封城措施的欧洲国家 改变了看法 不得不先后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中国从1月23日起 对7亿5000万人口实施禁足 其中1亿5000万人受到隔离 但是 享有亚洲虎支撑的新加坡 台湾 香港和韩国 却选择了其他方式遏制疫情 法国观点周刊 刊出一篇报道 详细的介绍了亚洲虎 在第一波疫情中 有效遏制疫情的情况 文章作者指出 亚洲虎因地理位置接近中国 而处于新冠疫情的前沿 对他们来说 遏制疫情的成本 似乎过于高昂 作为全球工厂的卫星经济体 这些国家或地区 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 中国游客涌入 将这些游客拒之门外 意味着自毁经济 也将令北京不快 从另一方面看 在亚洲与疫情展开 有效的斗争并非易事 因为像欧洲一样 亚洲的卫生 及公民的生活习惯 参差不齐 恰如电影《寄生虫》所揭示的 在一些居住条件较差的贫穷街区 一些居民的卫生习惯 难以令人苟同 对抗疫情典范之一 新加坡 新加坡享有 亚洲最干净城市之美誉 该国地理位置靠近赤道 处于热带雨林气候之下 延续了50多年的新加坡清洁活动 将这个国家打造为 一尘不染的一片国土 这样一片干净的土地 原本完全可与病毒无缘 然而新冠病毒却传入了新加坡 新加坡当即立断 1月23日起 中断了与武汉的航班 并在当月的31日开始 对两周内去过中国的所有外籍人士 实施禁止入境措施 为阻断一切可能的传播链 新加坡想方设法地找寻潜在病例 在确诊病例的基础上 找寻与之进行过接触的人员 以防病毒的继续传播 对此法国应该深深的感谢新加坡 因为1月21日至22日 英国气体分析公司 士富梅在新加坡月经酒店 举行了一次会议 与会的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 多个国家的上百名员工 造成十多人感染 其中一名染上病毒的 在总部工作的英国员工 随后前往阿尔卑斯山 滑雪圣地来恐塔米纳蒙如瓦 导致一家五口被传染 2月4日 新加坡卫生当局便将这疑似病例 告知公众和法国 从而迅速有效的识别出 受英国患者感染的所有亚洲 和欧洲疑似病例 以进行及时隔离 如果新加坡当局 没有采取这样的果断行动 英国气体分析公司 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议 很有可能成为新冠病毒 在全球范围的超级传播活动 在新加坡政府坚持不懈的防范调查努力下 这个拥有570万人口的国度 在两个月的时间内 仅发现226例病患 且无一人死亡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近天来新加坡的疫情似有抬头趋势 该国政府因此决定 从本月7日起 关闭所有非必要的工作场所 以及所有学校 加强行动管制 与忌讳方面的措施 防止新冠病毒卷土重来 台湾侧重加强 入境边检和检疫隔离 相比之下 拥有2300万人口的台湾 似乎注定要遭受新冠疫情灾难 因为台湾每年都要接待数百万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 与2005年相比 虽然2019年的中国游客人数大大减少 却仍有270多万大陆客到访台湾 另外在北京的压力下 被视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 无权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也就无从谈起 获得世卫组织信息分享 及其他援助 尽管如此 台湾新冠病例至今累计 人数仅为339例 5人死亡 某种疫而言 与新冠病毒大肆泛难的其他国家相比 台湾的情况 可被称为小小的奇迹 作为一个岛屿 利用地理位置实现与世隔绝 一如反掌 但是台湾虽然从1月21日起 便中断了与武汉的航线 与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航运限制措施 却从2月10日起才开始生效 直至今日 台湾仍继续保持 与北京、上海和其他大型城市的航运往来 另外考虑到春节期间 是两岸旅游高峰期 因此禁止中国公民进入台湾领土的禁令 仅从2月6日起方开始实施 那么台湾究竟如何遏制了疫情的大范围传播呢 最重要的一点可用三个字来概括 就是不轻敌 在新冠病毒尚被作为一种传言散播的第一时间起 台湾就非常重视 《观点周刊》引述斯坦福大学一名教授披露的信息指出 2019年12月31日 从世界卫生组织霍西武汉 发现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开始 台湾就派出有关方面专家 检测来自武汉航班的乘客 筛查出现发烧等肺炎症状的乘客 此外 台湾利用大数据 将国家健康保险数据库与移民局和海关数据库 及其他公共数据库共享的方式 为监测疫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凡从危险疫区返回的病人 一旦出现相关感染症状去看医生 疾病防控中心便可接获警报 2月14日开始 台湾更推出入境人员一律居家检疫隔离14天的限制入境措施 台湾当局采取的积极应对方式 有效的阻止了病毒的传播 表现不凡的香港 香港以其中国特别行政区的地位 凸显了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至3月31日 香港新冠确诊个案达714人 死亡个案为4人 2019年平均每天都有30万人口出入香港 特区政府采纳了富有经验的专家们的意见 1月3日起便开始对入境人员测量体温 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 香港终于在2月初做出关闭所有边境关口的决定 只保留一处 每天放行750人 这些人入境后 需马上隔离 另外 在香港这座人口最稠密的城市 社交疏远 堪称为一门艺术 港人至今仍对2003年萨斯病毒 夺走200个港人生灵的事实 记忆犹新 在萨斯危机中 香港蒙受的损失超过台湾和新加坡 为了应对本次疫情 香港做好了充足准备 在各大医院准备的负压隔离室中 布置了上千张病床 流行病学专家早在1月底就向政府提供了数据预测 对流行病的风险做出评估 并敦促政府立即关闭校园 为绝大部分公职或私企员工展开远程工作提供方便 香港一名传染病学家在1月17日亲自前往武汉 随后便不懈的发出呼吁 要求采取严厉的社会疏导和卫生措施 包括要求所有人在公共场所戴口罩 以有效的防止病毒通过无症状携带者传播的风险 这个曾在西方引发非议的建议 却在香港获得广泛认同 佩戴口罩凸显了民众与病毒展开斗争所作承诺 韩国独特的抗疫方式 欧洲在找到有效的遏制疫情方式之前 应该将目光描向韩国 曾在2015年成功抵御了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之后 韩国也曾试图以加强管制边境的措施来阻止新冠病毒的侵入 然而新天地教会的一次大型集会活动成为快速传播病毒的途径 在韩国发现的8000多名确诊病例中 60%的患者为该教派成员 韩国政府没有选择对全国民众实施封城的做法 而将重点聚焦在密切追踪传播链上 与西方国家选择测试重病患者的做法相反 韩国采用了大量的测试棒 每天对15000多人进行测试筛查 不放过任何无症状待军者 他们还采用多种手段 在不同场所和地点对过往人员进行测试 至3月初 疫情传播趋势戛然而止 每天的新增病例降至100人以下 广泛使用测试棒的办法大大降低了死亡率 因为病患初期的针断会有效的遏制病情发展 而法国各大医院目前的做法却恰恰相反 战斗并未结束 新加坡、台湾、香港和韩国 尽管在遏制疫情的第一场战役中获胜 却没有彻底摆脱疫情传播风险 要警惕可能发生的第二波疫情 特别是输入式感染 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 仍需坚持不懈 但与许多采取封城措施导致经济突然停顿的国家相比 这些国家付出的成本要低得多 在这些被称作亚洲虎的国家 经济生产没有完全中断 企业也不存在被迫关闭的风险 总之 一些国家抗疫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不过各国国情不同 文化背景各异 面对矮年不遇的大瘟疫 各国只能视各方面的具体情况而采取具体措施 另外随着疫情继续快速蔓延的趋势 已在第一场战役中打了胜仗的国家 绝不可掉以轻心 他们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 全力防止疫情卷土重来 以及严防疫情在今年秋季再度爆发 各位听众 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 由刘芳主持 感谢收听 随着新冠疫情肆虐全球 各国经济受到了近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冲击 不过也有一些产业在这场危机中展露头角 激发了投资者的强烈兴趣 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起名创投创始主管合伙人 加利·雷歇尔周三表示 互联网产业成了这场疫情的最大赢家 他列举了远程医疗 远程教学和远程办公产业 并指出美国在这三大领域只用了各把月 就完成了在正常情况下 可能要花费几十年才能看到的发展 而这背后需要的科技基础是不言而喻的 我认为促进和协助互联网产业发展的科技产业 是投资者的重要机遇 这些产业背后需要的科技支撑很重要 所以企业构建的网络基础架构十分重要 同时近期的产业数据也释放出了强有力的信号 美国财经新闻频道CNBC近日报道 从上个月以来 全美的医疗机构都在快速完善远程医疗环境 美国市场调研机构弗雷斯特研究公司的分析师估计 到今年年底 全美远程医疗交流预计会超过十亿次 雷希尔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周三举办的视频会议上说 这场大流行病正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前沿科技的功能和性质 他还借用人工智能AI产业举例说 除了把这项技术看作是一个新兴的操作系统 人们还会把注意力转移到人工智能的工具性上 换言之 大家会更为关心 他将如何协助人类找到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 这意味着 风投资金也会更为青睐这样的技术应用 早在新冠肺炎在中国集中爆发的初期 不少分析人士表示 这场工位危机会成为逆全球化的又一大重要推手 迫使西方企业加快他们的产业链重组 而中国已经受到撼动的世界工厂地位会再次大打折扣 曾在中国工作12年的全球商业战略分析师雷希尔指出 中国在全球化1.0阶段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 但随着各国逐渐走向全球化2.0阶段 中国将面临非常严峻的市场考验 全球供应链今后会变得更为分散 因为各国政府和企业都希望拓展他们的采购渠道和地区 这显然会伤到中国 最新民调显示 美国公众对本国企业继续依赖中国普遍是消极态度 美国哈里斯民意调查机构 本月3号到5号调查了近2000名美国人 了解他们对商界是否应该把制造业移回美国的态度 结果显示 86%的受盲者表示 如果某家公司承诺会将其中国生产线移回美国 这会提升他们对这家公司的好感 不过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主编班安祖认为 这些主张美企移回生产线的美国民众也应该意识到 这会使得物价大幅上涨 他是问 这些美国人愿意花2000美元买他们的下一台苹果手机吗 或是花25美元买一双袜子吗 尽管如此 班安祖指出 这场疫情让全球供应链的弊病暴露无遗 新冠疫情凸显了全球经济的一个脆弱之处 西方企业榨干了贸易和商品利润 导致他们的供应链完全丧失了弹性 我认为这会发生改变 但被问及这场疫情会对美中科技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班安祖相当悲观 他表示 疫情会让这层关系蒙受一场致命打击 他说 鉴于美中正在打贸易战 科技战 人才战 意识形态战等等 两国可谓是打醒了全面战争 紫月亚洲电台记者 佳奥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 法新社评论说 突然中国病毒换了名称 这个特朗普一直用到三月底的中美口水大战中最具冲击力的表述 从美国高层嘴中完全消失了 法新社评论称 对中国批评一向很严厉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星期二的全场新闻发布会上 置自不提武汉病毒或者中国病毒 同时 蓬佩奥尽力避免回答有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提问 这与蓬佩奥前几次新闻会对比鲜明 仅仅在不久之前 他对北京的抨击最无情 现在他尽力避免在自己的表书中明确点名中国二字 蓬佩奥这样解释 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局面 现在需要所有国家合作找到应对的办法 蓬佩奥的语气变化让人吃惊 就是说比起最近几周来非常的外交辞令 日前 他因强调在联合声明中提及武汉病毒明确表明批评中国的立场 而使得七国集团联合声明流产 西方其他强国应愿强调共同联手对抗新冠疫情 当然蓬佩奥周然仍然呼吁所有国家 不管是民主体制或者不是 透明的公开的而且很有效率的分享他们的信息 蓬佩奥一直潜在中国 在武汉爆发新冠病毒早期隐瞒疫情 但这一次他没有火上浇油 美国根本上并没有丝毫改变 美国高官继续在私下照谈不误 他们指责中国当局延迟承认疫情的严重程度 继续隐瞒疫情在中国肆虐的真实规模 在他们看来 这导致延误了全球抗疫的时机 从而造成众多的生命死亡 但是自从特朗普和他的中国朋友习近平3月26日通话后 就把前面的这些批评暂时搁置了起来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同样呼吁两大经济体共同合作 共同对抗新冠疫情 这种态度得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的赞赏 不过他还是要求中方分享所有的关于病毒的信息 并且允许国际专家就这一疫情是如何在中国爆发的进行调查 不管紧张继续存在 美中停火似乎好坏还在维持着 一方面美国卫生体制十分需要中国的医疗物资 那些著名的您无法躲过的口罩 同样还必须从中国进口大量的用意 在美国生产药品的应对病毒的原料 一名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中美问题专家认为 华盛顿肯定不愿意失去北京 甚至发展到禁止美国购买中国医疗物资的地步 这位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改变语气 还有一个原因 公众舆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拯救生命 既然不能一如从前那样公开抨击中国 美国高官们继续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表述 比如最近几天 他们表彰台湾在对抗新冠疫情中的突出表现 这是一种间接的让北京不满的方式 一直想某一日重新掌控台湾的北京 一直对特朗普政府与台北的亲近感到愤怒 但是对于专家而言 只要疫情亦得到缓解 美中对抗将再次浮上桌面 因为华盛顿会再次出发 就中国处理疫情的不透明发起攻势 这将注定加剧双方紧张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 前外交官包道格不认为美中停战会持续下去 在他看来 长久以来一直把特朗普视为最好的一张牌来打的中国 似乎现在准备接受拜登以及民主党候选人入主白宫的可能性了 他们可能由此放松 从特朗普那里得到什么的努力 更关心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 各位听众 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文分析 感谢Fabrex的技术合作 谢谢您的收听 4月7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在白宫记者会及推特上 对世界卫生组织发出严厉批评 指责世卫一再以中国为中心做出防疫的错误判断 耽误了世界防疫的时机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8日反击 要世界各国领导人不要在此时把病毒政治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8日也同声批评美国 暂缓注资将对国际抗疫合作产生消极影响 他还夸赞了近日遭到各国质疑 不断为中国政治宣传背书的谭德塞 生组织在谭德塞总干事带领下 为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 事实上疫情自1月在中国大爆发以来 越来越多真相浮出台面 第一个争议的时间点是2019年的12月31日 台湾机管局首度向世卫示警 病毒有人传人的迹象 台湾于同日宣布开始登机检疫 但世卫忽视了这个警告 1月14日 世卫发推写道 中国当局初步调查 并未发现人传人明确证据 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瑞申少尔 以书面声明批评世卫的决策 是避免得罪中国 他表示 以下我请我的同事代读声明 世卫组织没有努力挽救世界各地的生命 而是袖手旁观 对病毒的严重性轻描淡写 以为了不冒犯中国官员 谭德赛虽然辨称自己不搞政治 但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 研究员克林斯撰文点出 2017年5月刚上任不久的谭德赛 即飞往北京拜会 并公开表达自己对中共 一个中国原则的支持 让台湾被排除在世卫之外 第二个争议点是在1月21日 直到1月20日 中国官方定调 官媒新华社首度报道 人传人证据存在后 世卫才于1月21日改口附和 可能持续人传人 在世界对于中国疫情状况一无所知时 谭德赛则是每次亮相 都对中国的透明度大加赞扬 淡化疫情的严重性 1月22日至23日 世卫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是否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 华尔街日报社评写道 当多国已经开始传出疫情 世卫却在北京反对下 未宣布紧急事件的定性 谭德赛还于1月28日访问中国 在习近平面前夸赞中国防疫的努力 1月30日 世卫坦诚错过疫情 宣布进入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谭德赛在记者会上指出 不建议限制贸易与人员流动 特朗普则在隔日宣布对中国寄出旅游限制措施 期望减少病毒在美国散布 纽约时报报道称 特朗普针对中国的旅游禁令实施前的一个月 已经有超过43万人 由中国直航飞机飞抵美国 2月3日 在世卫执行委员会会议上 各国纷纷表示对疫情感到担忧 中国批评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与旅游限制 坦德赛再次为中国背书 反对各国对中国的旅游禁令 世卫组织2月3日的新闻稿写到 坦德赛说 坦德赛表示 在他上周访问北京期间 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展现对疫情的详细了解 和个人领导能力 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正是世卫组织代表团 同习近平主席讨论的策略 2月3日的世卫新闻稿还写到 坦德赛说 这场疫情是可以控制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佳杰 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听国际纵横 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 在新冠疫情下 各国强化监控时 健康与个人的隐私能否兼得 所有人被居家隔离 禁止聚会 宵禁 无人机来控制公园 两个月前任何人可能都想象不到 在和平时期的欧洲国家 也纷纷采取了这些限制个人自由的措施 来应对一个看不见的敌人 新型冠状病毒 病毒从去年12月份在中国出现以来 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 就已经让全球超过180个国家的上百万人确诊 而且感染和死亡的人数 每天都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 让曾经以为是科技先进 医疗发达的欧美国家 都陷入了束手无策的艰难境地 在危机到来之际 这些国家虽然曾经试图要避免 但是最终还是不得不采取 限制个人自由的居家隔离的措施 封城封国也已经成为常态 尽管个人所享有的公共自由 是民主体制国家最基本的原则 是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 但是面对病毒 这些都是可以被大众接受的 但是这样的特殊时期 所采取的特殊的措施 在疫情结束之后 会不会被取消 或者成为某些政权 继续用来监控民众 强化自己权力的机会呢 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 正如法国世界报的一篇社论中所言 健康和自由并不是二难推理 为了健康 我们可以暂时放弃自由 但仅仅是暂时的 这是最重要的前提 已经有不少声音提出说 这场远远尚未结束 目前正在横扫全球的疫情 将我们的时代化成前后两个阶段 而我们正好就是处在这个转折点的见证者 全球畅销书《人类简史三部曲》的作者 以色列的历史学家 尤瓦尔·赫拉利 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谈到了在疫情结束后 世界想何处去的问题 赫拉利指出 在危机时刻 我们面临两个特别重要的选择 第一个就是被监视和保护个人 隐私之间的选择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民族主义孤立 与全球团结之间的选择 经过疫情的风暴终将过去 人类也终将继续存在 我们大多数人仍将活着 但是将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中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呢 他说为了遏制流行病 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某些准则 可以通过两个主要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 一个方法就是政府监视人民 并且惩罚违反规则的人 如今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技术可以一直监控我们每一个人 政府现在可以依靠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和强大的算法来实现这个目标 在和冠状病毒的斗争中 一些政府已经部署了新的监视工具 通过严密的监视智能手机 再使用数以百万级的面部识别摄像头 并且还迫使人们检查身体并且报告自己的体温和医疗的状况等等 实际上赫拉利在他的《未来简史》一书中就花了大量的篇幅 对个人信息被大数据控制之后的社会进行了设想和描述 他曾经警告说 这样的情况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大数据可以控制的工具 而这样的局面可能就因为疫情的发生正在加速的到来 解释个人不过是大数据中的一个提供可被利用信息的符号而已 每个人的行为甚至是情感都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操纵 赫拉利这是在耸人听闻吗 被认为是应对疫情措施最有效的样板国家 新加坡和韩国因应疫情扩散的杀手键正好就是利用手机的定位和信息 来锁定感染者以便少到可能的接触者进而采取隔离的措施 在新加坡 卫生部在官网上就公布了每个冠状病毒患者的信息 通常都带有惊人的细节 包括它和其他患者的关系等等 还推出了一款智能手机的应用来帮助当局找到可能接触过病毒的人 这款名为共同追踪的应用程序使用蓝牙信号来探测附近的手机 如果一名用户检测出病毒的话 卫生局可能就会检测该应用的数据日记 以便找到与他们有接触的人 新加坡一名政府官员表示 这个应用程序不向用户彼此透露身份来保护隐私 在韩国政府机构利用监控的录像智能手机的位置数据和信用卡消费记录 来帮助追踪冠状病毒患者的近期活动 并且确立病毒传染链 在韩国高度网络化的社会中 网络的报名也正好利用政府网站披露的患者数据 识别出患者的名字并对他们进行追踪 由于担心侵犯隐私可能会令民众不愿意再接受病毒的检测 韩国的卫生官员本月就宣布 他们将完善数据共享指南 以便将患者的风险降到最低 新加坡和韩国这样的措施成为有效防范的样板之后 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效仿 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意大利龙巴地地区 当局也正在分析市民的手机传送的位置数据 以确定有多少人遵守了政府的封锁令 以及他们每天通常行走的距离 印尼意大利的官员最近还说 大约有40%的人走动的太多 赫拉利分析认为 这些系统当然可以在几天之内停止流行病的蔓延 听起来很棒 但是也有致命的缺点 这就是这些新的监控系统一旦具有合法性的后果 因为如果公司和政府开始大量收购我们的生物识别数据 他们将比我们更加了解自己 不仅可以预测 而且还可以操纵我们的感受 并向我们出售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 从产品到政治观点 当然政府可以将生物特征识别 作为紧急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措施 一旦紧急情况结束之后 这些措施就会取消 但是临时的措施有持续保持下去的巨大的惯性 尤其是考虑到新的紧急状态可能会再次出现 也就是说为了对抗现在的大流行病加强监控 可能会为今后进行更具侵入性的窃听打开永久性的大门 对此 赫拉利认为实际上要求人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进行选择 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同时享有隐私和健康 我们可以选择保护我们的健康的同时 阻碍冠状病毒的流行 而不是通过建立极权主义的监视的制度 我们也可以选择增强公民的权利 新冠病毒的爆发是否会成为极权主义独裁滥权的催生剂 也是观察家们对此次新冠疫情在全球造成的影响的另外一个重要关注点 实际上为了控制疫情 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很快通过了公卫危机紧急状态法 其中自然包括法律授权给政府 在特殊时期可以采取特殊的强制手段 虽然是为了应对疫情 但却有可能被一些领导人利用来加强自己的权力范围 而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已经在全球发生了 菲律宾国会已经通过了法案 授予总统杜特尔特紧急的权力和54亿美元来应对这场大流行病 菲律宾的议员们也简化了 此前允许政府接管私营企业的法律草案 人权组织就警告说 这种无限制的紧急权力相当于专制 泰国的总理巴欲也已经掌握了 实行宵禁和审查新闻媒体的权力 泰国的记者因为批评政府对疫情的应对而受到起诉和恐吓 在匈牙利 总理已经可以实施政令的统治 在英国 英国的大臣们掌握了一种在批评者看来令人震惊的权力 可以拘捕人民和官布边境 在以色列 总理关闭了法院 并开始对公民进行侵入式的监控 在约旦呢紧急防卫法给了首相办公室很大的自由 政府将坚决的处理任何散布谣言 捏造事实和用假信息制造恐慌的人 目前俄罗斯各地区都在效仿莫斯科执行严格的隔离措施 为了应对新冠病毒的传播 俄罗斯的议会日前也批准了一系列反病毒的法案 其中就包括违反隔离规定最高可以判处七年监禁等严厉的措施 在南美洲智利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军队也出现在城市的街道上压制了数个月来震惊全国的愤怒的异见人士 在美国司法部要求国会赋予其更多的权力 包括取消对寻求庇护者的法律保护 以及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无限期的拘捕人民 等等等等这样的律子真是举不胜步 在未来疫情终将结束 但是这些国家采取的紧急方案会不会同时被取消 还是被用来作为进一步限制公民的自由的保障 这是关注的焦点因为它涉及到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当然无可否认以上所谈到的内容只是新冠病毒肆虐后留下的后遗症之一 全球的经济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事业人数也将倍增 地缘正式可能也会被改写 但是如果自由和人权也同时受到了重创 那就意味着这场公卫的危机不仅是灾难性的 而且也造成了历史真正的大退步 感谢您收听本期国际纵横 我是艾米 下次再会 中共的邪恶庆祝难输 即使在篡政之前 中共就犯下无数烧杀掠夺 同道残杀的罪行 独权之后 更是在一系列的所谓运动中和人为的灾难中 用硬刀子和软刀子直读了无数生命 直到今天 中共更显弃邪恶的劫志 祸害了全球一百九十多个国家 枪害了成十万甚至可能上百万的无辜生命 中共在本次疫情出发阶段 在确制病毒具有人传人快速传播的高危特性之后 竟然允许百步亭的万家业隆重举行 竟然允许武汉在封城之前 让几万人流向世界各地 从而酿成了全球的灾难 今天世界各国都确信中共瞒报了中国的赶来人数和死亡人数 只是不确定究竟瞒报了多少 但真相终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在死者家属领取可能是百家会 甚至是千家会的时刻 在许多全家死绝无人领取国会的时刻 在墨地价格飞涨还一地难求的时刻 在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一段魂的时刻 在全世界许多国家死亡人数正在飙升的时刻 中共竟然在火山山 组织了栽购栽物的亲共会 再一次把悲惨的上司当盛大的喜事 把其邪恶超出了正常人的论智能力 终所周知中共只是一部分中国人 一部分邪恶的中国人 不等于中国人 在没有选票的中国 也不能合法地代表中国人代表中国 但是在中共的迫害和洗脑之下 却有许多中国人 甚至是饱受欺压和凌卢的中国普通人 主动或被动 有意或无意地为邪恶唱唱歌 助纣为虐 成为中共邪恶的一部分 在中共虐待虐杀争取自由民主的香港市民和学生时 他们摇旗呐喊拍手叫好 在中共病毒肆虐美国等民主国家时 他们幸灾乐祸而首称轻 这是中共邪恶的外言和产误 也是中共邪恶的特殊显现 在过去几十年里 文明民主国家的不少政要 或者出于善良的愿望 或是出于利益的勾搭 纵容中共拒取不当利益 日益茁壮成长 但当下中共病毒祸害全球的死无权力的危机 已经使绝大部分热爱自由民主的人们惊醒 非常邪门的是 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酝酿和涉事 向中共追逃和追责赔偿的时候 中共邪恶的当代最急促的代表邪大帝 居然还在发出建立能耐命运共同体的梦义 但天下没有不终极的戏剧 这也许是中共邪恶的最后的疯狂 谢莫的时刻 尽了 爱奇艺被狼群公司揭露造假后 该公司的股票 周二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一度下跌了13% 虽然后来收复了失地 收盘时全天上涨3% 但在盘后角域中又下降了3% 根据狼群公司的报告 爱奇艺财务造假由来已久 2018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后 爱奇艺2019年的收入 被夸到了80到130亿元人民币 比例为27%到44% 报告还指出爱奇艺成立快10年了 但从未真正实现盈利 狼群公司创始人丹戴维 长期从事美国股市中国概念股的财务真相研究 去年他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导会上表示 要获得这些公司的财务真相并没有太大的技术难度 我们所做过的第一批中国公司欺诈案例中的一个 我们只花了300美元来进行调查 而这是一家市值达8亿美元的公司 有关爱奇艺的这份报告 与一周前浑水公司有关锐信咖啡的报告颇有相似之出 在那份报告中 瑞幸主要的造假方式包括 夸大门店的每日订单量 每笔订单的商品数和每件商品的净售价等等 爱奇艺曾被比拟为中国版的网飞 网飞是世界最大的收费视频网站 而瑞幸在中国市场上大有挑战星巴克之势 这两家中国代表性的美国上市公司 被揭发大规模的财务造假 再次引来了中国在美上市公司财务真实性的质疑 在对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监管方面 美中两国一直存在漏洞 美国证监会 美国的上市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等机构 长期以来一直要求获得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财务资料 包括国内账博和审计工作底稿等等 但中国政府以保护国家机密和安全为由 拒绝这些调查 在另一方面 美国国内对中概股财务状况进行监控的努力 也受到各种阻挠 熟悉中国法律的美国律师斯蒂夫·狄金森 告诉本台 他曾向多个机构建议强迫 这些财务不透明的中国公司 从纳斯达克退市 但却被故意冷淡对待 美国政府官员 投资银行以及美国投资人都曾经就这个问题询问过我的意见 我每次的答复都是一样的 而他们的态度也每次都相同 他认为华尔街的投资人对美国的相关决策有相当大的影响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财经分析人士秦鹏认为 除非美国制定专门针对中国公司的法案 否则难以实现对中国公司的实际监管 但这样的法案又很难通过 考量有可能也是个不愿意针对中国的 就是说针对某一个国家制造一套单独的这套法律体系 或者是执法机制 这些这种法案相关的那套主导力量 又是华尔街本身 你让他自己去监管自己 他肯定也不干 秦鹏指出现在有浑水狼群 这样的做空公司做第三方调查 给了市场以期望 但这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王允华盛顿报道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 我是樊东宁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降下半期 中国民众默哀悼念肺炎疫情的牺牲者 吹哨的李文亮医师被奉为烈士 而武汉的解封也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不过疫情的变数 还有人心的不满 仍然是暗潮涌动 习近平的统治是否正在西朝鲜化 一场可能导致中共政权脆断式终结的完美风暴是否即将来临 疫情对于全球化还有世界格局又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正经这些问题 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和法国塞尔齐巴黎大学的张伦教授 进行了深入的访谈 下面我一块来看这段专访的下集 好的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的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是 法国塞尔齐巴黎大学的教授 同时也是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 张伦博士 张伯士欢迎您 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 接下来想请教你的是有关于 这次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再重新把产业链迎回到美国 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说要重建所谓的法国跟欧盟的主权 你怎么看这一次的疫情对于全球化造成的影响 还有接下来的民族国家是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你怎么重新定义现在的新的全球化呢 张伦博士 我们知道曾经恐怖分子之后 这个比如说水 现在坐飞机大家这个水是不要带的 那都是当时是跟一些事件有关 那今后是不是国际旅行会发生 需要你填表格 你到哪里去 你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发病呢 发热呢 是不是每个机场以后这种定期的这种 所谓温度的检测各种都会出来 这些事情我想将来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种国际的交往生活 那就就产业的这方面来说 这次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抗击疫情当中就是这种医疗的这种短缺 这个就跟前一段的这种医疗全球化的布局有很大关系 比如说美国的抗生数 相当一大部分是在中国生产 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中美如果发生什么冲突的话 那美国人抗凶数都没有了 其实这种检讨的声音 前两年其实就已经在美国 已经很强烈了 那这一次像这种情况出现 这个我想美国将来 不管是民主党过后谁上台 大概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出现 那美国可能会 就某些方面的生产的物资 那会进行 要么是一种国家的管理的方式 要么是委托 这个私人企业 大概是会按照这种方式 就是美国的特别 就是委托私人企业来进行 基本的保障 那欧洲其他的国家 您刚才也提到 这个马克龙讲到的 这个这样一个说法 重建欧盟的主权 所以这个很可能将来 也是一个经济上的这种 它主要是讲经济上的这种 这种趋势 其实这个趋势最近这些年 已经不断的在有限 这一次只会强化 我想如果有些事情 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的话 但是在这一点上 基本上是可以确定 就是说全球的一些产业链 可能是重组会加速 有一些产业链的 这个要移除中国 本来在 这个劳动力成本升高 中美贸易战等等 包括习近平这个主政之后 政治风险 等等 因素的作用下 已经发生的这种 产业链移除中国的趋势 这一次可能只会强化而已 所以这一方面 基本上可以是确定的 那随之而来的 全球化的调整 肯定就是 不是我们 过去的三四十年 见到的这个全球化 也是在这个上说 我说这个全球化 这个终结了 是这一波的全球化 我倒不认为 人类会从此回到 这个老死不相往来的 那种局面 孤立 因为现在的通讯技术 交往的方式等等 大概都不会 轻易让人类 重新回到那样一个 鸡犬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的 就不可能的 产品的一些交换 贸易也会继续 但是 各个国家 一定会重新调整 强化一些相关的 国家主权 很可能呢 像美国这样一个 足够大的体量的国家 它会自己 就会比较相对于 那欧洲 甚至其他的一些 区域性的地方 会不会强化 比如说区域性的合作 比如说 不同的产业 这种 分工 我想这种趋势 可能很可能就会出现 所以我有一个 基本的 一个想法 预想 就是也许 以后 疫情之后的 这个世界 可能没得回到 传统意义上的冷战 但是 它是不是会出现 一种内冷战的 一种局势 局面 搞不好 会出现 好多 或者搞得好 要取决我们怎么看 它会出现一些 区域性的 不同的集团 block 这种方式 价值的共享 那么你中国 如果不认同 人类文明的这种 现在 一些价值 比如说 对人权 法治 等等 这些尊重 那我就不跟你玩到 对吧 这个趋势将来 很可能 搞不好 就真的是 对中国 出现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 对中国来说 绝对也是 非常非常 严峻的一个挑战 那中国能不能 作为比较大的调整 我们在一个历史的关头 中国的精英城 和中国的普通民众 为自己的未来 为自己的子孙未来 为这个世界 能不能推动 中国的一些变革 让中国跟世界 有一些 这个价值的共享 有一些真诚的互动 彼此相对信任 这个不仅仅是要要求 特朗普 美国怎么样 其实也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中国自己 会怎么做 中国之所以能够搞改革开放 还是因为 能够搞开放 因为还是你 经常改革了 如果你讲 毛的时代 那种方式 那大概人也不会 跟你有这样的 这个几十年的互动 中国的几十年的发展 说到底 还是跟开放息息相关的 这个如果没有美国的市场 美国的西方的科技 我根本谈不到 这个中国的发展 中国是这一轮 全球化最大的赢家 但是呢 你这个赢家功能当中 是不是也有一些 让人家诟病的东西 那现在就是主问题 你如果老想占便宜 不做一些根本的一些调整 那这个贸易代也就出来 那这次的疫情 这种状况 下一步 对中国的这种排斥 一定会更强烈 所以那也 这也就是说 中国的人自己 做什么样的选择 这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时刻 好的 你谈到这个全球化的冲击之后呢 可能会出现一种 内冷战的 出现各种不同的集团 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 我要两个问题想请教 你一个是有关地缘政治 一个是有关中共政权的 我先问地缘政治的好了 因为这种集团的出现 跟内冷战的时代的来临呢 他可能就回到 我们刚才最先讲的 你说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可能在有一些 会出现区域热点 那有些人判断说 这种区域热点 包括像你刚刚提到的 代理人战争 有可能会出现 第一个南中国海 或是台海 或甚至是这个波斯湾 因为伊朗在那边 你怎么看 您刚刚所提到这种 内冷战时代来临之下的集团化 可能在哪些地区会出现 所谓可能爆发区域冲突的热点呢 请教张伦博士 您刚才讲的这几个地方的热点呢 其实没有疫情之前 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重大的一点 是重大的这个热点 那有了疫情之后 会不会加剧呢 当然 我认为是肯定会加剧 这个加剧倒不是说一定 它直接有什么关系 它是因为疫情造成的这种经济 政治各方面的那种各个国家 和彼此之间的那种那种问题 加速的一些紧张 它会让这些国家地区等等 许多容易 做一些政治抉择 包括民众的社会的心理呢 也会 抱歉您继续 我这段会请导播检调 顺着您的思路继续 我不打算您 抱歉 那就是 这次它会因为这种 这种引发的各种各样的 内外部的各种各种问题 它会最后 这种势能 这种能量 它会集中到一些问题上去 所以您提的这些几个地方呢 就会 这个紧张可能 搞不好会加剧 现在我们这个疫情 最后会全球带来什么样的 比如说经济上的结果 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全然预估 但是估计会是非常非常严峻 这个严峻的结果呢 也许它会把许多 就像我们过去讲这种世界大战一样 它有些地方 国家没有人 没有参加过二战 但是它把全世界人都卷进去了 它这个后果都是深远的 那么现在这次也是一样 就是有些地方 遥远的非洲或者哪个地方 也许现在我们看到疫情在扩散 即使疫情不扩散 由于全球的这种经济的这种衰退 它造成这种资源的急剧萎缩 可能引发的一系列的后果 包括每个国家各别的区域的那种紧张 都可能是处罚一些争端的出现 包括局部战争的出现的这种原因 所以这个可能都还有待观察 但是您提到的这些热点 下一步这种紧张不仅不会消除 恐怕还会加剧 而且是如果加上经济因素 在那刚才你也稍微提到了 这个金融的波动 甚至是大萧条来你的话 等于就是重演一战之后 那样的一个情况 大萧条再加上这个极权强权主义的兴起 事实上就是下一次大战的一个出发点了 你怎么看现在这个金融 还有石油危机可能带来的这个危机呢 张伦博士 如果疫情长期的拖延下去 造成各种各样的大萧条 而且从疫情从北部北半球发展到南半球 从南半球再折腾回北半球 这种不断的出现 出现它可能带来的问题 那就是非常非常严峻了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不管美国今天 现在这个疫情怎么样 但是可能关键的全世界可能还是 最后还要取决美国 这个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是由 基本上有两三个因素决定 一就是美国能尽快的开发出 这种相关的一些疫苗也好 这种检测手段等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它会帮助全球控制疫情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基本上这个指向 越来越明显 大部分的国家都基本上指向 就说还是要加大检测 就加大检测和适当隔离 可怕是阻止这个病毒的扩散 有效的防疫的最好的一种方式 因为你人不可能永远在家里 这个是承受不起的 那么如果一旦的检测的手段 很快的上来 包括一些药物 治疗的药物也跟上来 医疗的资源缓解的话 我觉得这个社会就会渐渐的恢复正常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可能真的是要取决于美国 而我们也看到最近有一些好消息 比如说那种快速检测的这种仪器和试剂都出来 我想美国这方面一旦开动起来 恐怕人类还真的是得指望美国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经济 跟这个事情相连 就是如果美国的疫情能够很好的控制 这个经济能够恢复 美国的基本的经济基本面都在 这个不是问题 现在的股市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跟最近这几年的泡沫有很大关系 这个所以本来没有疫情的话 这个股市也到了要下跌调整的时候了 那么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疫情 那美国的经济出现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也在逻辑之中了 尤其是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失业 这两周看到这个失业的一些问题 有人在内讲可能搞不好会跟30年代差不多 上世纪30年代差不多 这种可能都存在 那这种情况下 它会严酷地波及到整个世界 对世界经济的复苏 都会变成很大的问题 那中方这边在现在在强力的推动 所谓复工的问题 是 这个复工的问题 这个当然以中国那样的体制 现在疫情相对这个缓和之后 复工开始出现 这个也是也是很正常的 自然的 但是问题是这样 如果以为仅仅靠中国的复工去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 因为如果你复工了 世界经济不好 没有需求 没有需求 没有订单 那么你这个问题依然是很严峻的 所以这些问题 恐怕要有待观察 但是关键的恐怕还是要看美国能否第一能否很快的控制疫情 然后发展出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手段 第二 这个美国的经济能不能逐渐的开始恢复 我想这两个指标如果出现一些很好的迹象的话 我们就可以我们的担心就可以小一点 如果这两个迹象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不理想的话 恐怕我们所有人都要对未来一个更糟糕的状况 好了刚才您提到这个中共现在吹着要复工 我就顺着这个话题来谈对中共政权的影响好了 因为就像您说的 就算是赶着复工 但是没有订单 没有需求的话 或还是出不去 加上原本中国就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 还有这个可能面临第二波这个疫情的复发 这个病毒的再一次的席卷 中国也是有可能的 那这样子产生的复工跟防疫之间的不同的路线的矛盾 我们也看到的 加总这些经济政治的问题 还有刚才您提到全球化 就是全世界都在和中国要开始脱钩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对中共的这个政权造成一种致命打击的完美风暴呢 很多人这么说 我想听听看张伦博士您的看法 这是一种 scenario 但是这个政权呢 发生那种断裂 脆断式的这种完结 这种可能性是绝对是存在的 而且这种可能性概率呢 远远比过去要大的多的多了 你说五年十年前起这个事情我想大概很多人不相信的 但是现在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大 尤其是下一步这个经济 这个状态不佳 资源这个开始大股缩减的话 这个问题就会更严重 因为这个体制几十年 之所以能够撑下来 关键的一个资助就是它的经济增长 是靠经济资源的扩展来购买社会的合作 维持这个社会的稳定 用强化国家的机器 来维持这样一个体制 它的合法性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基本是建设在一种绩效 就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合法 它缺乏一种比较超越性的这种 这个价值和制度性安排 我们看到过08年 零久美国的这种危机 金融危机 那是非常严峻的 但是所有在生活的情况 你也没有看到这个美国 会发生什么样的大奔截 大动乱的这种图像 它只是确实带来很多家庭 很多人的这种痛苦 所以因为它的一种 基本的制度架构 而这个中国确实现在还不够 在这个前提下 我想您刚才讲的这种 这种可能 在我看绝对是存在的 就是三方面 这个政权换一种方式来维系 我们有些人 最近这些年经常 不显得类比 说中国将来是西朝鲜 就是向毛的方式进一步的回归 强制起来管制 搞这种管制经济 这个统和的整 全球的军管 全国的军管 统和资源 军管我们且不管 是不是一定要用这样的词 它即使不用军管 这次我们也看到 它在武汉在全国各地 所使用的一种方式 其实是有一些演习 有一些预养的一种方式 它通过各种各样的高科技 包括社区 党啊 这个警民啊 这种体制来对使用这种强制性的管 就当然这是一个在特殊的防疫的情况下 就是以后进入一个正常的生活 我们中国的社会能不能认可 能不能接入这样的体制 这个我们还要观察 但是资源到了短缺 这个更大的这种社会风暴 来临的时候 这个体制像西朝鲜的方式 这个移动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 用它强制的手段 用它积累下来各种各样的资源 维系一个基本的生存状态 这样这个体制再维持一些年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的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 就是如果一旦走到这样的一个模式上来 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判断 就是中国的社会 中国的年轻人 中国的民众 这些年经过了改革开放 这些年 毕竟还是尝到了一对相对的自由的美好 有一些交流 各种各样的国际的交流等等 如果一旦走到那个时候 这个社会民众会不会接受 会不会认可 这个我现在就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办法测试中国人的 到底这方面的意思是什么样的 而且那个时候一旦出现 这个社会心里有可能是什么样 这个会不会出现另一场的变革 可能也是大家要观察的重点了 对 然后就他一旦记录那种体制 他的资源的生产 维持几年 十年八年也许有可能 但是长久下去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这两种可能都存在 这种两种可能都存在 但是完全是说 以现有的这种体制的状况 一成不变 什么都不变的话 这个也有它的困难了 因为它面临现在这种 这次受到的这种冲击 包括它面临的一些严峻的问题 都会逼迫你必须要有一些调整 上层会不会拉动什么样的合议 这权力合议 这都需要在观察 我从开始就不认为习近平 我印象就认为 不认为习近平会轻易 会像许多人希望 会被赶下台 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因为这牵涉到里面体制的问题 现在现有的权力格局的问题 但是习近平会不会受到削弱 然后下一步有一些什么样的博弈 这些事情 像这个可能是确实是需要我们观察 就是习近平 他基本上最近这几年 在精英城 彻底的受到了 彻底被精英城抛弃 不管是官产学 这个几方面的唾弃 但是呢 在民众的一个层面 有一个反腐等等宣传 还是有一些的支持 对他的一些好感支持 但是因为这次的疫情 和可能带来的经济方面的这种问题 这个对他的不满 可能就会下沉到社会层面 所以对习呢 我自己认为习近平的这种统治的拐点 也出现了 可能到来了 对就是他下渡 他能撑多久 我不知道 但是他绝对不会有 再有他自己想象的那种 这个秦皇汉武的那种 这种格局 他不会赢得中国更多的社会 对他的这种 像他希望的那种支持 其核心可能就 就这个整个这种不满 一定会不断的集聚 那集聚到什么程度 会不会形成什么样的这种风暴 对他个人 那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 这个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张伦博士 对于这个中共内部的情况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接下来想请教您 这个对于这场疫情 对于整个这个国际秩序的 这个整个世界格局的变革 所产生的变化 包括国际组织 像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失能 这次我们看到了 还有整个这个国际秩序的崩趴 是不是也会出现呢 因为现在看到 世界各国之间彼此的这个 对立跟分化好像也在加剧 你怎么看 这样的一个趋势 对于 世界各国共同防治 这场疫情的这个合作 是不是有一个不利的影响 张伦博士 这次当然 整个的状况是很令人遗憾了 在需要一个全球的合作的 这么一个历史的关头 整体来说是不及格的 全球合作是不及格的 这个当中呢 世卫组织确实是扮演了一个很 很不光彩的角色 我们可以讲 这个有些国家 不太相信中国的一些说法和一些数据啊等等 但很多国家可能或许会比较信这个世卫 觉得是一个权威性的 但是世卫这次基本是按着北京的调门 这个说法在至少前一段啊 是这样在做 那是不是世卫的这种做法 也是让西方 许多国家最后 有些措手不及的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想这些 恐怕今后都会检讨的 也因此呢 下一步面对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就是二战之后 这个世界格局 形成的这些世界格局 这个形成的这些国际的协调机构 由于危机当中没有能够有效的行动 他在世界人面前的这个 这个 这种信度 可能也会受到削弱 这里面就带来一个很大的 悖论的一个困境 就是一方面 人类面的一些问题呢 会需要啊 这个一些这种机构 来进行更好的协调 但另一方面 如果这些机构的合法性 受到削弱的话 那又 这些机构又不能很好的 扮演这方面的角色 所以 如何进行改革 可能是下一步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 而且在这些机构当中 这种博弈呢 就也不会简简单单 警示过去这种国家的层面 这种权力的地缘政治啊 等等的博弈 比如说世卫组织 这个总干事 是什么样的人 我要把他推上去等等啊 这个今后可能会有 就是全球性的这种舆论 包括公民社会 在这个 这个play 这个game当中 这个游戏当中的这种介入 可能就会比过去要 真的多啊 因为大家会说 你这个思维总干事啊 怎么说的话 怎么做的事情 直接伤及到我的 这个 这个生命和财产啊 那我当然要有所 有所这种表达 好 最后一个总结的问题 这场疫情除了对中共的影响 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之外 它可能也会对整个人类 文明的历史产生一个变化 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是在家里工作 很多人现在不是没有办法出门的 是在家避疫的一个状态 你怎么看这场疫症 对于这个人类文明的影响 尤其是很多人说 接下来的人类历史 可能会从2020来做个分野 也就是2020年之前跟之后 before coronavirus跟after coronavirus 你怎么看 接下来的人类的文明历史 在这场疫症之后 经此一役之后会怎么走呢 张伦博士最后请教你了 我们看到 前一段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湖北有人从楼上 把几十万的钱甩下来 对吧 就是他那种 那种绝望的感受 那种感受那种虚妄 人生究竟是什么东西 是更宝贵 所以以后像中国这种国家 甚至在世界方面 是不是会宗教有一个 不敢说一个新的复兴也好 或者是一个浪潮 这些都可能是发生的 我们也知道 现在威尼斯的水 大概是从来没有过这种清澈 然后 臭氧层也修补了 对 北京的空气 各方面的各国家空气 极其也很非常亮 那么 人们以后一旦开工起来 再重新呼吸起那些污浊的空气的时候 会不会又怀念这个时期的一些时光 那当然人们也不能不活动 经济活动还要继续 所以怎么样维持这样一些平衡 会引发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当然这是正面的一些 那负面的 那强化人们对外界的这种敌视 怀疑 对他者的这种排斥 这些都是都很可能 可能人类会在这种两种这种张力当中 不断的去博弈 有一种就是排外的 更加民族主义的 这些传承主义的 甚至原教旨的方式 这个在强化这种生活 另一方面呢 一种新的所谓 新的世界主义的 强调人类共同合作的必要性 人类的彼此相互之间的理解 共同对生命的热爱尊重 我想这些方面可能也是会成为 另一亿人的主张的一些 基本的立场 这可能是在两种这种立场当中 不断的这种博弈撞击 这基本上会是今后 在内政和外交方面 这两种不同的立场 在各个问题上 我在预想 预见大概是都会有所体现 但是一时一时很可能是 就是说对他比较 他者比较排斥的 对强化主权的 对保守的这一意义的 可能也许会在短时间 可能会是一个 在上风的一个局势 我想这些事情 我怕还要都要留在观察了 我觉得人类的生活就是一个adventure 一个伟大的历史 我们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不同的宗教的人信奉者 有不同的宗教的一些看法 这个都很值得尊重 都很自然正常 但是毕竟 我们都从一种比较理性的角度来看 我们没有办法人类全然确定人类的未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召唤尊重 召唤这个责任 这个爱心 勇气 来面对理性 来面对这些问题 我想也只能是 我们人类所具有的 法宝了 因为我们也不会有更其他东西 当然这个信念也是非常重要 相信未来 相信人类还有人性当中还是有 善的一面 善良 善良的一面 这个我们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表现 当然就说到这儿 我也就中国来说 我也不敢有太多的奢望 但是有一点 我就有一个小理想 就希望中国将来的 有一天 即使在发生疫情 当然我不希望再出现疫情 即使有一天发生什么疫情 我更希望中国看到中国的 每天晚上 现在就像在欧洲 在美国 每天发生的这样 许多人倒是给医疗 医护人员鼓掌 这个致敬 也不是像在中国 是吹哨 为一个去世的医生告别 我想 做到这一方面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文明的体现 大家有一些爱心 好的 相信未来 相信善良 我们非常感谢张伦博士 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给我们带来这么 谢谢